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获得了国防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而且在关键技术指标上 已经全面超运了欧美国家同类装备 获得了巨大的国防效益和安全效益 不仅如此 湖南云建集团还有高功率微波技术专家组 电子科技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等前研究查学科 进行深度融合和合作 联合开发这种新概念武器 如果这种新型微波杀伤航空武器得到服役 那么我国的战略威射能力将会得到极大的提高 图为美军MK-84炸弹这种新型微波杀伤航空武器及电磁脉冲弹 是利用向敌方发射定向的高强度电磁脉冲击流 可以在空中和地面强烈搅动和扰乱现代所有电子设备的正常运转和通讯联络 这样就能将敌方指挥控制以及情报兼施侦察信息系统全部扰乱 使其陷入完全瘫痪的状态 美军拥有MK-84改进的电磁脉冲武器 我国研制的电磁脉冲武器 除了软攻击之外 还具有主动微波辐射等应攻击方式 打击手段更加齐全 对敌方关键目标和重要电子设备能够全面致盲 使其全部陷于瘫痪 能够在实战应用中发挥出更大的作战效能 图位歼20战机的隐形弹舱 这种电磁脉冲 但 可以在歼20的隐形弹舱之内进行 携带 非离目标上空之后 直接释放出调解单元 产生的高强度电磁脉冲 对于敌方大型天线和雷达武器进行辐射和杀伤 高功率和高方向性 而且能量异常集中的微波波数 能够直接烧毁高度精密元器件的电路板和控制电路 从而达到强大的杀伤作用 未来完全可以有隐身性能 非常强大的歼20去执行这项任务 这样就为我军对敌方体系作战的关键节点进行时忙和瘫痪的行动中 增添了更加有力促成胜利的要素 也为未来我军体系作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节点和力量保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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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